那我最後得稍微分享一下我當下的一些心境 因為他所給我的這個情境 就是給我這個詐騙情境 因為其實還蠻符合我個人這個steam帳號可能擁有的資訊 包含什麼CSGO的刀啊這些 就剛好就是我以前會做的事情 所以他這個點的話算是打到我一個恐懼心理 所以當下我是真的沒有太多考慮 各位觀眾 我的steam帳號呢 被詐騙了 那說實在就是我自己蠢 我甚至不會去怪那個詐騙王的那個人 因為我覺得這整個騙局來說的話實在是太過的明顯 但在整個過程之中呢我其實是到最後才發現的 那這裡到底發生什麼事情呢 我們就一一來解析一下 首先當時呢 我剛做完影片大概七點還快八點的時候 我那個時候人呢正在玩博德之門 我剛解掉第二章 並且把地獄碟給到摩爾那邊 我終於呢 可以跟我們的卡拉克一親幫得的時候呢 有一個人開始在steam上面密我 他跟我說呢 請問這個帳號是你的嗎 然後他就貼了steam帳號給我 然後當時呢我就不疑有他 我就說對這個帳號是我的 劈頭上來就很生氣的問我說 就是啊你是不是詐騙我CS GO上面的那個錢啊 然後當下我第一個反應就是說 難道我是被人家盜了嗎 還怎麼樣的 然後第二點 他說的這件事情剛好是我以前 有在用CS GO的時候 欸我剛好有抽到幾把刀 而那些刀呢 我當時覺得那可能沒什麼價值 然後我就放著我也沒管他 所以他說的這狀況 剛好符合我本人可能會有的一個情況 然後我當下就想說好 如果真的我被人家盜了 那我就去稍微解決一下 然後就跟他說 啊請問我有什麼地方可以幫你的嗎 然後他就跟我說 哦所以真的不是你詐騙我嗎 然後跟他說不是不是 我已經很久沒有玩CS GO了 然後他就說 哦那真的很不好意思 因為這個人騙我錢了 所以我剛剛已經跟我還有我的朋友們 一起去舉報這個帳號了 所以你可能要小心一點 我不是給衰嘛 我啥事沒幹 為什麼還要我自己來解決這件事情 然後他最後的說法是 可能要我去跟Steam的人員說 啊這件事情我是無罪的 然後來幫他佐證這樣子 他就給我了一個Skype帳號 然後要我去加他 然後去跟他聊 這個是我現在想起來 我真的跟智障沒兩樣的事情 然後總而言之呢 他就是給我一個Steam帳號 然後要我加他 然後去跟他聊天 然後他看起來用的照片呢 是合理啦 雖然我事後找找他好像是一個什麼歌手之類的 一直見面你的開場白 總而言之當下呢 他就跟我說 噢 你這個帳號呢 呃 可能參與了涉嫌詐騙 所以呢 我們要對你的Steam帳號進行徹底的特查 然後呢 請記得這個蠢蛋 他不知道從什麼地方呢 大概知道我的秘密 然後我就把SteamGuard的那個代碼呢 給他 給完他之後呢 他登入了帳號了 然後他可以跟我說 哎呀我們要對你的帳號 進行徹底的徹查 然後這邊呢 還給我一個類似百分比的一個東西 跟我說 啊我們現在徹查的進度在這個什麼 14.4%啊 啊 如果我們等一下這個時間到的時候 我們會有更多的這個徹查結果 看起來好像還蠻有一回事的喔 然後我就說 好 那請問我要做什麼事情嗎 最後 我意識到這詐騙的一個最大點了 他跟我說 首先呢 你可能需要給我一下你歷年來的 這個購買清單 就是你最近有沒有花錢 花在一些奇怪的地方 然後 然後我想說 這好像也還算合理 然後我就把我購買清單給他 給完他之後呢 他說 為了證明這個帳號是你的 你現在 需要去Steam買個禮物卡給他 然後大家想說 如果是100塊台幣 那 如果被詐騙就算了 然後這邊的話 就去買了一個 100塊的Steam禮物卡 買完之後呢 我想要準備要給他的時候 他就跟我說 誒 不是100塊台幣 是100塊美金啊 我就想說 100塊美金 然後你跟我說你會還我 然後看意識到是詐騙 然後這個時間點呢 我才想到一件事情 靠腰 我應該去稍微查一下 這件事情 到底有沒有可能發生 然後就Google了一下 這個詐騙的方式 早在一年之前 就有了 首先呢 他們會跟你說 你可能CSGO 參與了詐騙 或者是 跟我做完教育之後 你就把我封鎖了 接著呢 他會要你去 加一個 例如說什麼Discard啊 或比方說 像我這個例子 就是SkyB啊 加完你之後呢 要你個資 還有一點我沒有特別講到 他還要我開那個螢幕分享給他 雖然我裡面基本上是沒有給他任何的個人訊息啊 我就給了一個翻譯網頁然後跟他對談而已 但是呢 確實他有可能會測入到你 包含一些什麼個人訊息 或者是 你銀行裡面的一些帳號 都有可能 如果他測入的話 可能會發生這些狀況 那接著最後呢 他的殺手鍵就是 要你買100塊禮物卡給他 然後他跟你說他會100%退回 就你可能錢也沒了 實聽帳號也沒了 那最後呢 我就是懸崖了嘛 我當下想說 我準備跟卡拉克一親方澤的時候 你他媽來煩我 你煩我就算了 你現在還不讓我登我的SkyB帳號 然後我就求他說 拜託 我現在已經知道你是詐騙人員 你也有我的帳號也沒有屌用 你可不可以把帳號還我 我想玩伯德之門 我就這樣跟他講 然後他就繼續裝算 哎呀 請你理解 這是我們一定要做的這些程序 請你按照我的期待去做 要不然的話 我們可能會對你進行舉報 可能你的帳號會被封鎖 想要徹底裝算鑽到底的那種 然後當然事後呢 我就做了幾件事情 第一點呢 我先把銀行卡給停掉 這件事情是一定要先做的 因為我自己的卡是Visa卡 就是如果你錢出去的話 你當下是回不來的 所以你必須立刻停止 你所有有可能失去金錢的可能性 那接著你就跟Steam的客服呢 去做你的這個帳號援助 然後最好呢 你是要證明這個帳號是你的 包含一些你在遊戲內截圖啊 可能有截到 這個是你的帳號之類的 比方說什麼GTA5啊 比方說像我的話就是NBA2K啊 就是有寫到這個帳號是你的一些情況 然後自己是在截了一些 遊戲的購買紀錄那些的 就這些東西會加速你的這個帳號救援的過程 然後最後是幫你的整個電腦掃讀 因為畢竟在過程之中呢 其實我點進了一個連結 那個連結的話是他的Skype的帳號 萬一他在這個網頁裡面藏著木馬的話 你有可能會被盜取你的個資 呃...包含你的信用卡 包含你的什麼身份證資料 這些都有可能 到時候假設被做什麼網路犯罪的話 那你就很麻煩 所以這件事情的話是一定要做的 那這邊也算是給各位一個警示 那我案發時間大概是 1月12號的晚上8點到9點多這段期間 那我當下呢就跟Steam做這個球員 那目前過去了大概12個小時多 那目前還是還沒有回復我 所以我後來呢又用另外一個帳號 寫了一個英文信給他 那也希望這樣他可以加速回復我 那我最後得稍微分享一下 我當下的一些心境 因為他所給我的這個情境 就是給我這個詐騙情境呢 因為其實還蠻符合我個人這個Steam 照樣可能擁有的資訊 包含像什麼CSGO的刀啊 這些就剛好就是我以前會做的事情 所以他這個點的話 算是打到我一個恐懼心理 所以當下呢我是真的沒有太多考慮 那各位在遇到這種 就是類似可能會參與這種詐騙的情況的時候 建議你呢兩件事情 昨天威士已經充滿我一頓了 你當下覺得怪怪的 你第一個你可以先去Google查 有沒有類似的情況發生 第二點呢 你可能就是可以跟你的朋友稍微講一下 我現在正在發生這些事情 所有詐騙人員來說 他們很容易運用恐懼心理 就像過去那種就是什麼 打電話跟你說什麼 啊你兒子在我手上啊 你要交什麼十幾萬贖金之類的 運用的就是受騙者可能會擁有這個恐懼心理 然後剛好呢 情境又跟你本人符合的時候 啊你就會特別緊張 但至少這次呢 我算是有意識到說這是個詐騙 那錢這邊呢 我是一毛錢都沒損失 但我Steam的帳號呢 目前看起來是還沒有回復的跡象 我是真心希望啊 他不要把我那個Steam帳號裡面的 所有資料全部刪掉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他就真的是條狗 就你沒有炸到我錢 我希望他不要做這麼白爛的事情 那最後呢 我還稍微去報了個案 然後警方推薦我用妨礙電腦使用呢 去給他提出告訴 雖然成功的機會 維乎其為案 但我覺得這件事情還是稍微做一下 避免呢 假設哪一天你可能你的個人資料呢 被拿去用這個網路犯罪的時候 那你至少可以證明一下 噢 當時發生這件事情 至少可以證明你本人是無辜的 好了那以上的話就是我們今天的影片 那你希望可以用我這個狀況呢 稍微警示一下各位 你們SteamGuard的這個代碼呢 千萬不要隨便給別人 那Steam的官方人員呢 也絕對不會用Steam的思緒 Discord或Skype私下聯繫你 那萬一你真的不小心把帳號密碼 給了出去的時候 那你一定要趕快去跟客服人員講 只要附上你的對話紀錄 以及你過往的消費紀錄來說的話 你都會很容易找回你的帳號 那你希望這種詐騙的事情的話 就不要發生在各位身上 也希望給各位達成一個警示的作用 好那以上的話就是我們今天的影片 也感謝各位今天的收看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囉 各位 掰掰 如果您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 不會吧 不會吧 沒事 我對人無負責 讓你為下部影片 你會安支援 向萊子 電言